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英国出发 最后来到美洲 他们来到美洲的时候恰逢冬天 饥寒交迫 然后有很多的人在旅程当中生病 死亡 他们下船之后就受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 于是他们学会了狩猎 学会了耕种 并且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迎来了丰收 所以他们就请印第安人过来表达他们对这群印第安人的感谢 然后到1789年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在11月26号的时候星期四宣布说 这一天为公众感恩和祈祷日 是用来专门敬拜那位伟大而光荣的制高者 他是过去的 现在的 将来一切美好事物的恩主 然后到1863年美国的林肯总统立法 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为感恩节 到了1939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感恩节正好是11月30号 所以当时的零售商他们就向时任的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议 讲到说要把感恩节提前一个礼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11月30号是感恩节的话 那么到圣诞之前只有24个购物日 那通常我们在感恩节之后就是为了预备圣诞 那他们认为说如果多一个礼拜去购物的话 他们这个销量会更多 于是罗斯福总统决定把感恩节提前一个礼拜 当时美国有48个州 其中32个州支持民主党 就是跟着罗斯福一起提前一个礼拜过感恩节 剩下共和党的16个州 还是按照林肯所定的 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来过感恩节 所以就起了一个分歧 于是在转过年之后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将感恩节定为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并且成为法定节日 我们今年11月就五个星期四 对不对 也是 11月30号是最后一个星期四 所以我们现在的感恩节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然后等到1989年 乔治布什总统上任之后呢 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 这个传统叫做赦免火鸡 所以每年有两个火鸡要被赦免 而且火鸡都起个名字 今年的两只火鸡叫什么名字 叫Liberty Bell 自由中 所以感恩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知道的 每年这个时候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可以坐下来 好好地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刚才讲到说 美国总统每年会在被吃掉的无数火鸡当中挑选出两只 然后特赦赦免他们 这两只火鸡可以到动物园到农场去一养天年 所以在无数的火鸡当中 这两个无疑是最幸运的两个 不过很可惜 大部分被赦免的火鸡都不能活超过一年 最多活过两年 因为很多是营养过剩而死的 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其实相当于就是总统给这两个火鸡判了一个死缓 就晚点死 所以我们看说 美国总统也在玩起了扮演上帝角色的一个游戏 在感恩节的时候 他也要去赦免两只火鸡免除死亡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有一个全能的神 是真正的赦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 借着主耶稣基督 叫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挟制 然后有永恒的生命 不是给你判一个死缓 是直接免除了你的死刑 所以我们应该为此表示感恩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我来读一下 一到九节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 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 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 训了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 亚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领出来 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 尊不尊我的法度 到了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 比每一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 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 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 向他们所发的怨言 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的饱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 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告诉全以色列会众说 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大家发现这段经文和感恩没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抱怨的经文 这段经文的背景呢 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出来后没有多久 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争闹 闹什么呢 在旷野里面没有水 没有食物 所以他们就跟摩西抱怨 结果闹得摩西没有办法 那摩西就去找神了 那神就赐给以色列人食物和水 这就不是一篇感恩的经文 反倒是一篇不感恩的经文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段经文 是希望我们能够从以色列人的教训当中 学会在各样的环境里 我们都可以生出感恩 所以看第一点 我们要感恩的话 首先要停止抱怨 以色列人发怨言 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意 来到旷野 什么都没有 食物也不如意 等到第十七章的时候 更是出现了水的短缺 所以他们大为光火 所以出埃及是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都是揣着 对美好未来 对自由的一个向往 结果到了旷野 现实很残酷 活生生摆在面前 没有食物 没有水 那怎么生存呢 在旷野里面 没有街道 没有房子 没有华丽的衣服 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换句话讲 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 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 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要真理 还是要面包的问题 我肚子都吃不饱 我怎么去跟随神呢 所以很多时候 现实就叫人低头 叫人常发怨言 但你会发现 其实所谓的现实 有时候又不是那么的真实 所谓没有水 没有食物 不是完全没有 只不过是 不是那么丰富 不是那么理想而已 可能是他们 当他们看见食物 肉眼可见的 在减少 而前面又不知道如何 心中恐惧 于是他们就不满 于是他们就抱怨 但是人的抱怨 不满是没有界限的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不满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也不满 他们到了迦南地 他们还是不满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不满意现在的学校 不满意现在的公司 不满意现在的同事 甚至不满意现在的家人 配偶 也不满意现在的教会 然后再三地转换 但你发现你还是怨声载道 你还是不满意 你还是会怨天尤人 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像我家孩子 你不给我吃的 我就哭 我就闹 但他自己呢 什么都不做 他就会闹摩西 就摸摩西 那么以色列人 为什么不知道感恩呢 为什么会抱怨呢 首先第一点 就是对现实不满意 他们讲到说 你们把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 是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 吃我们不能感恩的 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缺乏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缺乏 所以我们不愿意感恩 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在旷野 没水 没食物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抱怨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缺乏 而我们是不是时常因着缺乏 去埋怨现实 埋怨神呢 自己缺乏 我们埋怨神 看到别人有 我没有 我就更来气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 都是一样的人 凭什么你有 我没有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感恩节 其实我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大家在过感恩节的时候 我还在写今天的奖章 因为奖章很难写 我在很晚才把大纲发给教会 为什么难写 首先感恩是圣经当中 一个很大的主题 不好写 越大的主题越不好写 另一方面 是因为我在写一篇 关于感恩的奖章的时候 自己缺少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这个感恩节我很忙 我要写三篇奖章 我还要准备主书学 还要准备葬礼 周六刚刚还有一个葬礼 我还有一堆的报告要写 我家里还有两个高烧的娃 所以根本就忙不过来 当我看到朋友圈里 大家都在晒各种出去玩的照片 我自己一堆事忙不过来 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我就心里想 什么破感恩节 还不是不过呢 这是我真实内心写照 缺乏是我们不致感恩的原因 不过你发现有意思的事情 是别人的缺乏 却常常是我们感恩的原因 打个比方 今天你可能 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 工作也不好 赚得也少 天天加班 没有加班费 家里呢 太太也不体贴你 孩子也不听话 然后还得还这个房贷 没有存款 你会想说 我太不幸了 我太缺乏了 但你可能在路上 看到一个乞丐 看到一个homeless 衣衫蓝履 风餐露宿 你看到他 你心里就舒爽了 对 你会想说 你看我不比他强多了吗 感谢主 赞美主 心里平衡多了 所以当然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 因着看到自己身上有的 会帮助我们 感谢神的恩典 这是极端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不乏有些人 是这样的心态 他不是感恩 而是找平衡 他不是感恩神 给了我们什么 而是他 在别人的身上 找到了平衡 这第一点 对现实不满 第二点 他们会抱怨 圣衣维为 对过去的一个夸大 第三节讲到说 那时 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 意思是 抱怨摩西 讲到说 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把我们好好的 领到旷野里面 挨饿 你想一想 我们过去在埃及 过的什么日子 我们是坐在锅边 大口吃肉的日子 多美 那是不是很可笑 以色列人在埃及 过的是什么日子 是奴隶的日子 是终日劳苦 挨打受辱的日子 还吃肉呢 饿不死 就已经算不错了 但当人怀着一颗 对现实不满 且饱含抱怨的心的时候 他会通过 夸大自己的过去的好 来进一步否定 现在的生活 其实也是为了 进一步证明 自己现在的缺乏 所以我们总可以 听见别人这么说 对不对 如果我当初 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 也许我今天就怎么怎么样了 也许我当初没有来美国 我留在国内 我可能现在已经发展到 什么什么程度了 我当初选择追我的那个人就好了 我怎么就选择了他 人眼睛瞎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懊悔和假设 是没有意义的 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发怨言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在细心的检讨之下 你不能发现 许多怨言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很多是夸大其词的 是言过其识的 如果当时以色列人 过得那么的舒坦 那么的血液 他还会觉得自己命苦 而哀求神吗 不会对不对 所以人为了要表明 现在的抱怨是有理的 他会尽力地去打压现状 贬低现状 然后夸大从前的 别人的好 来证明现在的不是 可能是我们就这样的心态 所以怨言之所以成为怨言 是因为它本身就不诚实 是不真的 这使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 而我们只能够看见自己的缺乏 所以我们看待平时日志的角度 我们大多是从一个缺乏的角度 去看待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很少用一个拥有的角度 去看你现在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眼睛 似乎很容易看见自己的缺乏 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别人拥有的 看到自己的缺乏 但我们却不太容易 真正看到他人的缺乏 和自己所拥有 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抱怨 是因为我们会过去夸大 我们也缺少一个智慧的眼睛 第三个我们会抱怨 是因为我们对恩典的遗忘 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知道 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当神把以色列人带过红海的时候 他们高声赞美神 但一进入到旷野 就马上翻转了态度 将神的恩典全部抛在脑后 他们忘了是谁 把他们从奴役当中解救出来的 是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的 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份恩典是何等的广大 能做神的子民 做神的子民你还怕吃不上饭吗 做神的子民你还怕喝不上水吗 所以圣经说神要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那可惜的是 以色列人的信心就这么小 圣经发现圣经当中的先知也好 包括诗篇也好 诗人 当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都会先从亚伯拉罕开始 然后到雅各 然后到约瑟 到摩西 到大卫等等 从头到尾数算一遍神的恩典 然后才是预言 才是警告 为的就是提醒以色列人 你要好好地纪念 上帝过去在你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常常是将眼光 放到了预见的事情上面 但是我们却看不见 神在我们身上 丰盛的计划 工作不如意了 婚姻不如意了 甚至可能 你每天发生的一件小事情 堵车了 骑完了 一点点小事 都会让我们失掉感恩的心 但是神 要给我们一种新的生命 这种生命是活在 神计划当中的生命 神不是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样的事 祂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祂拣选我们 祂拯救我们 让我们精力丰富 同时也让我们精力缺乏 让我们精力平顺 但也让我们历经坎坷 为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在乎的永远都是我们的being 而不是我们的doing 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要塑导我们成为一个 配受承受祂 配得承受祂产业的继承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都是祂的 我们都是祂的后四 我们要继承神的产业 如果大家喜欢看韩剧的话 也没有很多的剧情 就是某某富豪 独生子 然后玩世不恭 结果这个富豪就给他很多的挑战 然后把他打发去过平民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学会很多 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继承人 回来继承家业 很多这样的桥段 但神就是要塑造我们 要成为和祂心意的继承人 因为祂有产业为我们存留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要忘记 也许今天 你有很多无法感恩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相信 这些都是神在预备你 都是在磨练你 在塑造你 为的是让你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神所赐的超乎你所求所想 所以我们就应当感恩 我之前讲到说 这个感恩节我过得很忙啊 很累啊 但是神给我们宝贵的恩赐 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安静 那天晚上我在路上 当我抬头仰望的时候 我发现那天的天空那么地清澈 月亮那么地明亮 我就好像被那个月亮吸进去一样 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一段经文 诗篇第八篇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什么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于是我就很感恩 因为我看到神是那样的大 而自己是那么地小 所以如果你要学会感恩 首先你要停止抱怨 停止抱怨现在的生活 停止抱怨自己的缺乏 也停止抱怨上帝 第二个我们要学会感恩 学会感恩 首先你要知道 感恩是一种态度 现在给大家看一组图 这组图叫做 打击地球人专用图 这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 旁边是月亮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太阳系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的地球怎么样 很小 很小 和我们的太阳相比 我们的地球就要更小 而我们的太阳 和一颗叫天狼星的星球相比 也显得那么小 而在这张图上 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像素 只有一个像素 而这个天狼星 在这张图上 地球有一个像素 天狼星和这个叫做 北河三的星相比 它又是那么地小 我们的太阳 又是那么地小 对不对 而这个北河三星 和这个大角星相比 又那么微不足道 而在这样地图上 木星也只有两个像素的 而再往下看 跟这个猎户座的一等星相比 这个时候太阳 只剩下一个像素大小了 只有这个猎户座的星 跟这个在先王座的星体相比 还是小很多 对不对 而我们目前已知最大的星体 叫做大犬座的VY VY座 那把它和太阳放在一起 你发现太阳已经 看不见了 太阳已经看不见了 所以当你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 天空上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随便找一个区域 大约是满月十分之一的大小 你肉眼看上去是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对不对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你用哈勃望远镜 对着这个地方保持四个月 尽可能地观测那儿所有的亮光 然后哈勃所看到的图像是这样的 这些是什么呢 在这张图里的每一个亮点 都不是一个星球 而是一个星系 而这张图里面 大约有一千多个星系 每一个星系里 有一万亿个星星 每颗星星都有 有一万亿颗横行 而每一颗横行都有一个星 然后这些都是被拍摄到 最远距离的图像 它们离地球至少130亿光年 光要跑130亿年 然后呢 画面中最大的星系 是我们银河系的八倍 而这所有的一切 你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受打击吗 我们常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 好像这个世界没了我就不行 但是我们看看 我们在宇宙当中是何等的渺小 看看我们今天所烦恼的事情 是多么的渺小 圣经说我们不过是尘土 那是高抬我们了 我们连尘土都算不上 对不对 我们在宇宙当中 我们连尘土都算不上 我们太小太小了 而与之相对的你会发现什么 我们的神太大太大了 大到你无法想象 大到你无法测度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 圣经说却看过我们这一群 渺小的人 眷顾到神说 我看你们为我眼中的同仁 眷顾到他把尊贵的独生儿子 都赐给我们 替我们死了 那些人你好好想 当你想到这些 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恩吗 我们算什么 人算什么 已经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已经眷顾他 所以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圣经的教导我们都非常熟悉 圣经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我们看到这三者是一个递进关系 常常 Always 不住 Continually 凡事谢恩 Give thanks in all things 对不对 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神让我们凡事都谢恩 意味着无论顺境逆境 无论合不合我们心意 都要谢恩 我们可能觉得这是神强人所难 但不是 其实神是让我们 用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和生活态度 去回应你的生活 我常跟丘家姐妹分享 心理学上讲到说 有一个观点 叫做事件 不一定会决定你的情绪 就是event 不直接导致你的emotion 一件事情发生 不一定会产生某一种特定的情绪 因为他在过程当中 有一个思维过程在里面 举个例子 一个人早上的时候 堵车 他情绪就会非常的急躁 这可能是因为他想到说 我堵车了 我迟到了 我迟到了要被老板骂 我迟到了要扣工资 老板已经警告过我了 在迟到 我要受罚 等等等等 于是他感到焦急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这个事件和情绪产生之间 它是有一个人的思维过程 在里面的 你的思维才决定了你的情绪 而不是事件本身 而这个思维的过程 是可以锻炼的 假如我们再遇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想 虽然我迟到了 但不要着急 因为安全最重要 虽然可能挨骂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 会让我吸取一个教训 我下次会早一点出门 所以感谢主 所以你看 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是从神的角度出发 你去积极地去想事情 久而久之 你的生活态度会不会改变 肯定会的 而神就是要我们 去锻炼这种生活态度 成为一个真正喜乐 平安 积极乐观 充满正能量的人 而这为的是 要成为主美好的见证 我自己亲身经历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刚进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属灵的长辈 一个叔叔 他得知自己有癌症 那你觉得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 哈雷路亚 我要赞美主 我很兴奋 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要见证 神在我身上 要显出怎样大的荣耀来 这句话是我 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于是我就见证他 生命一路走向终结 一直到他去世 他一直用他的那份喜乐和盼望 带给周围的人勇气和激励 神最终没有医治他 但因着他 神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这难道不是神在他身上 彰显的荣耀吗 所以神说要凡事谢恩 好的坏的都要谢恩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感恩的时候 神没有叫我们把问题变小 而是让我们把神放大 我常跟弟兄姐妹们讲到说 跟随神其实很简单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跟随不下去的时候 有六个字的秘诀 帮助你可以坚持下去 这六个字叫做抬头望 回头看 抬头望什么 望天 你看到天上神所铺陈的月亮星宿 你就知道人何等地渺小 你的问题何等地渺小 而神是多么的大 而回头望望什么 望过去上帝的作为 神曾经如何恩待你 难道他未来不会继续恩待你吗 这就是圣经当中 神借着先知 不断提醒以色列人 他曾经带你过红海 过旷野 难道今天不会带你得胜吗 所以弟兄姐妹 记住这六个字 抬头望 回头看 当你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试着这样做 所以感恩是一种态度 感恩更是一种选择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面对饥饿 他们可以选择抱怨 但同时他也可以选择感恩 但他们选择了前者 从经文来看 他们的抱怨起作用了 对不对 因为神听了他们的抱怨 然后从天降下马拿来给他们 然后从天招来鞍唇给他们 从岩石当中 蹦出水给他们 抱怨起作用了 抱怨似乎是有用的 因为你看以色列人一抱怨 神就满足他们了 那我们要不要抱怨 没有错 神确实是满足了他们 那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 并不是以色列人的抱怨 神难道会因为我们的抱怨 而改变祂的主意吗 我们算什么 所以摩西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要抱怨 因为你们不是在向我抱怨 而是在向神抱怨 摩西说 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圣经当中 神让我们以祷告来亲近神 都是正面的 但在这里以色列亲近神是靠什么 靠抱怨 靠抱怨 这很讽刺的 以色列人不愿意亲近神 但因着抱怨 他们来到了神面前 而抱怨最终带来了审判 以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 全部死在了旷野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说 抱怨常常会带来审判 而同样我们也看见 感恩会最终给我们带来得胜 而另外一个故事 在历代之下第二十章 讲到当时的犹大国的王 叫做约沙法王 有一次他面对着 来自摩亚和亚门 两个外邦联合起来的攻击 他抵挡不住 他走投无路 他知道他必然会失败 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的危急 约沙法王并没有选择抱怨神 他没有说神啊 你怎么不帮助我们呢 神你为什么不为我们 这个将仇敌都打败呢 没有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让全国的百姓进食祷告 寻求神的帮助 后来在祷告当中 神允许他会得胜 将胜利赐给他 于是第二天 约沙法王不单单是按照神的吩咐 列队迎战 他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设立一群人 走在军队的最前面 做什么 赞美神 这不是神的吩咐 是约沙法王自己的选择 他选择赞美神 而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 当赞美的声音一响起 圣经说 耶和华就杀败敌军 想到敌人都被灭尽了 没有一个逃脱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感恩 当我们选择赞美的时候 所带来的能力 路加福音十七章 讲到耶稣 医治了十个 长大麻疯的病人 但是只有一个 回来归荣耀给神 那九个到哪里去了 于是耶稣对这个人讲到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感恩是一种选择 这个人选择回来感谢神 他就得了这救恩 感恩是一种选择 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感恩 你也可以选择抱怨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但是神喜悦感恩的人 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表现 什么是感恩 有时候我们的感恩 多少带着有点不情愿 有些时候我们的感恩 甚至带着一种自怜 想到说 还是感恩吧 有宗比没有强 这不是真正的感恩 那是一种无奈 感恩 真正的感恩 是要像约沙法王一样 是从心底赞美主 感恩是要像那个麻疯病人一样 把荣耀归给主 这个才是感恩 所以感恩是一种态度 因为感恩是一种态度 所以它需要培养 因为感恩是一种选择 所以就意味着 你要舍弃一些东西 所以这并不容易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九到十节讲到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在软弱的时候 你有信心可以说出哈雷路亚吗 在软弱的时候 你可以高呼赞美主吗 你可以像那个 我讲到的那个叔叔一样 你可以讲到说 哈雷路亚 赞美主 因为我要见证神在我身上 要显出怎样大的荣耀来 你有信心说出这样的话吗 你若有信心 你必得见神的荣耀 必成为你一生的祝福 所以你要选择感恩 并且操练感恩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 用更具有圣经价值的眼光 去回应我们生活当中 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后一点 我们要学会感恩 是因为我们要与神同行 因为没有感恩的心 我们就不能和神 同行到应许之地去 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感恩 所以他们不能与神同行 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 进入上帝的应许当中 我们就要与神同行 而我们若想与神同行 我们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所以常怀感恩的心 是与神同行 神喜悦感恩的人 当以色列人向摩西抱怨的时候 摩西说 你们其实是在向神抱怨 当我们对周遭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对环境抱怨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向神抱怨 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 赏赐的是他 收取的也是他 所以我们应当常常知足 因为神顾念我们 诗篇十六篇讲到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其实神已经将他的丰盛 赐给我们了 只是我们还坚持自己想要的 神已经给了我们恩典 但是我们还不满足 讲到有一个乞丐 在路旁行起 开口路过一个人 就在讲到说 能不能给我一百块钱 这个人说 可以给你钱 但是今天不巧 我只有八十块 那乞丐讲到说 没关系 给我八十块 然后你欠我二十块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听到这句话 是什么感受 很多时候我们实在 就是这个乞丐 我们觉得神 包括人都亏欠我们 别人怎么不帮我 神怎么不听我祷告 我们老觉得自己生活不够好 贪婪之心取代了 我们的感恩之心 所以我们不禁地要问 是什么造成我们 感恩之心的缺失 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别人对我好 都是我配得的 你对我好 是因为我配得的 是我应得的 第二 我们觉得我们所得到的 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勤奋 靠我的智慧 靠我的能力 才得到的 因此我为什么要感谢 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感谢神 我要感谢我感谢自己 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保罗在《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二十八节 对我们讲到说 我们的生命 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神 都在乎神 我们今天能够活着 你就要感谢神的恩典了 礼拜六刚刚主持一个葬礼 一个逝者很年轻 身体非常好 游泳队的 但却突发心脏病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 不在自己的手上 你要晓得 神能够让我们活到今天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为你每一天的平平淡淡 来感谢神 大家要知道 所谓的平淡当中 包含了多少神的恩典 你每一天平淡的生活 包含了多少恩典 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本来都是必死的 沉沦的 但是神把我们拯救了出来 所以耶稣讲到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 主耶稣把全世界 和一个人的生命 放到天平的两边 来称一称 整个世界 都不如一个生命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世界的一切 早晚都要过去 只有神所赐的生命 才会存到永远 如此你就知道 神在你身上 成就了多大的事情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神的创造 非常的奇妙 就以我们的心脏来说 如果你的心脏 按照一分钟跳七十下 一小时就是四千两百下 一年就是 我数一下 三千六百九十七万两千下 如果一个人活到七十岁 那么你一生心脏跳 二十五亿七千五百四十万次 而且心跳吧 白天跳 他晚上也跳 醒着跳 睡着的时候 他也跳 不是你睡着了 你的心脏就停了 跳得不快也不慢 很均匀 如果一会儿跳得快 一会儿跳得慢 你肯定受不了 一会儿跳跳 他停了 你的生命也停了 所以大家想想多奇妙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人造心脏 人工的绊膜 但是那不能够持久 十年 五年 就坏了 那就像心脏这种事情 它的跳动是我们很习惯的事情啊 但是我们就很少去想到说 这原来是造主的恩典 所以很多东西只有当我们失去的时候 你才觉得是宝贵的 而当我们有的时候 你不觉得那是恩典 所以当我周六我去主持这个葬礼 在葬礼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葬礼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一个非基督徒的葬礼 我就听她的太太在追忆 他们在大学时代的种种甜蜜的日常 她太太心中非常的哀伤 当她在讲的时候 当她在追忆的时候 当她在哭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说我回家 我一定要告诉我太太我很爱她 我不要等 我结束之后我就回到家 我太太正在照顾我家老大 她在生病 这两天因为家里事情很多 所以家里乱得不像话 我就把屋子收拾了 爱的表现嘛 把屋子收拾了 我就带着我三岁的女儿一起干活 我女儿干活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夸她 我说你个太棒了 你个太了不起了 我太感谢你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她可高兴了 于是在我一生生地夸赞当中 就迷失了自己 干了很多的活 你发现人都是喜欢被夸赞的 人都是喜欢被感谢的 我们的神更是喜悦我们的赞美 而且她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 总之干完活了 我太太下楼 她很高兴 然后我就对她说我爱你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太太 因为她一直为这个家在付出 操持领外 照顾孩子 在我服饰当中 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她常常是我讲道的第一个听众 我写完讲章之后 我会先给她讲一次 然后才讲给大家听 其实她会告诉我 哪里有问题 哪里可以更好一些 包括她会告诉我一些 讲道当中 可能需要我自己 不会注意到的事情 比如她前不久跟我讲道说 你讲道的时候 你的眼神要坚定 要盯着一个地方不要飘 会显得你讲的话不够坚定 所以真的是感谢 感谢我的妻子 说我也碰到大家借着这个机会 你可以对你身边的配偶 如果你是两个人一起来的 对她表示感谢 说一声谢谢 因为因着她是我们同路的人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给了我们很多的扶持 如果没有 你的家人没来 回到家 我盼望大家能做这样的事情 对她真的是表示我们的感谢 为什么 因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知道感恩的人 是愿意付出的人 爱是需要传递的 似乎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来讲 其实感恩是更难的 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含蓄 比较内敛的文化 即使我们心中有感谢 但是我们不太愿意把它表现出来 我之前在感恩节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写很多的卡片 把我想要感恩的人 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都会给他们写上卡片 但是写完之后 我就不好意思送出去 因为我觉得有点肉麻 写得有点肉麻 这是不容易的 但是人是需要表达的 慢慢我后来我就学会了 要把它送出去 要真的去感谢 人是需要被肯定和感谢的 因为我们的爱是需要去传递的 周五晚上三弟姐妹做见证 对不对 他讲到说爱是需要表达的 爱是需要传递的 对不对 我们的神 常常提醒我们 要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对不对 圣经说你要结出嘴唇的果子 换句话讲说 你要说出来 神岂是不知道你的心意吗 神难道不知道你爱他吗 神难道不知道你感谢他吗 为什么你还要说出来 因为那不一样 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 你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说出来 因为他是配得的 所以你要说出来 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是配得你感谢的 所以你不能在心里感谢他 你要说出来 把这个归给他 所以感恩 感谢 爱 都是要表达的 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 我刚来到美国 刚进入到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来留学 什么都没有 教会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带我们去买东西 买这个买那个 刚从国内来 你知道我们接受别人的这种帮助 我们是很有很大负担的 我们觉得欠了人情 这是债 要还 我就问我们当时的传道 现在是牧师了 我就问他讲到说 我该怎么报答你 这典型的中国人思维 我要怎么报答你 他说我不需要报答 他说以后当你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 你去帮助他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 基督徒好像跟别人 还挺不一样的 那之后呢 我也遇到了很多 需要帮助的人 我也帮助他们 爱就是这样一点点地 传递下去的 感恩的心 也是需要传递下去的 当别人有人问我说 我该怎么样报答你 去报答教会的时候 我也会同样回答 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你去帮助他就可以了 最后我想说 今天当我们讲到 感恩这个话题 当然感恩 很多时候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 圣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 因为圣经当中 会发现有很多很多 感恩的经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健忘的 我们会忘记上帝的恩典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 我常鼓励弟兄姐妹 你要把你所领受的东西 写下来 要去写日记 因为如果你不记下来的话 你就忘了 你会以为神什么都没做 但当你真的是花时间 你去数算 如果你不相信 你今天晚上回去 你好好去数算 从岁首一直到年终 你数算你身上 发生了多少事情 而这当中又有多少 是上帝的座位 你会发现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不感恩 是因为我们不纪念 我们不纪念 是因为我们没记录 所以要学会记录 而讲到感恩的话题 怎么样能感恩 我相信有四个 如果你有以下四个认知的话 可以帮助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首先第一点 我们相信任何事情 如果神不允许 不会临到我们 你相信吗 不论是好事和坏事 圣经讲的说 如果不是神的许可 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 神是在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都在掌控着一切 即便约伯 他被魔鬼攻击 被试探的时候 魔鬼也不感越上帝的雷池一步 所以神在保守看顾你 你要相信这一点 第二我们相信 任何苦难的事情 任何逆境临到我们 神一定是按照我们能够承受的 嫁给我们的 他绝对不会把你不能承受的担子 放在你肩上 所以哥林多后书讲到说 神给我们的试炼 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担不了重担了 这个担子是你可以担的 而且神还告诉你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你就可以得安息 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 我的恶是轻生的 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 第三我们要时时想到自己的本相 我们本事尘土要归于尘土 我们本身就不值分轮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给的 我们的健康 智慧 能力 财富 都是从神而来的 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有一个心态 就是神给你还是收回去 你都可以接受 就是祂是赏赐的 祂也是收取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颗感恩的心 而无论赏赐还是收取 你要相信都有神的美意在 神给你是给你祝福 让你可以做更多的事 神收取是为着你的好处 也许那些东西不适合你 会让你远离神 最后一点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会把最好的给祂的儿女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2节讲到说 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白白地赐给我们 圣经讲到说 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耶稣讲到说 哪有儿子向父 求饼却给他石头 求鱼却给他舌的呢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神愿意把祂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你 问题在于 神认为最好的 是不是你认为是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敢 是因为我们认为 好的东西神没给我 神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不好的 神要相信 神愿意把最好的东西 都给祂的儿女 而很多时候 困难造就我们 是造就我们品格的机会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要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 凡事谢恩 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 给我们锁定的旨意 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 感恩的心 是我们属灵生命 长进的标记和试金石 因为我们信徒 只有当我们突破了 以个人为中心 变到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认识 越来越深刻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到 神有多伟大的时候 祂的恩典有多深 多长多阔多高的时候 我们的感恩的心 才能够从我们内心当中 生发出来 而如果我们以感恩的 凡事谢恩的心态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定能蒙神的悦纳和祝福 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去祷告 不管祷告以后 是不是立刻改变了环境 或者是不是你的祷告 立刻被兑现了 还是过一段时间才兑现 这不重要 我们要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更多地经历神 会更加蒙神地祝福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感恩也好 祷告也好 从来都不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环境 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境 只有你这个人改变了 你的生命才会真正地发生质变 所以最后以美国总统 也就是设立感恩节的总统林肯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他在1863年感恩节的宣言上讲到说 人类的忠告或凡人之手 无法产生这些伟大的成就 他们是至高造物主恩慈的礼物 主即使为我们的犯罪而发怒 却仍时常显出怜悯 对我而言 这些应该被全体美国人民 一心一意 庄严恭敬感激地献上感恩 我因此邀请全美各地 海上以及居留国外的同胞们 将下个月 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 作为感恩的一天 向我们在天上的天赋 祷告和感恩 我也建议美国人民在对上帝 这样奇妙地赐福 而向天父献上感谢祭食 也谦卑地为我们的堕落与悖逆悔改 接下来我请大家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这首诗歌本身并不是一首感恩的诗歌 但是是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 我刚巧听到了 而这首歌是在我很多年前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听到的一首歌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 但不代表神的恩典不在 我们看不见神的手 不代表神的手 没有在做事 你要知道后面有一双 神无形的手 永远在拖着我们 Hunter 中文博 2 1 2 2 3 5 4 2 4 4 5 4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